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讲,如何缝合UV 我们刚才已经把UV的讯息呢,切割成两半 那如何去缝合它呢,也是蛮简单的 其实就是选择你要缝合这个线段呢 按键盘的W键 按键盘的W键 那它就会呈现红色的一个状态 那你可以按着W键呢 然后连续选取你要缝合的一个线段 好,这时候我们可以用滑鼠的右键呢 把摄影机呢,给拉近 好 然后选取我们要缝合的线段呢 好,这时候我的键盘W键一直是按着的 好,这地方呢 那就是我要缝合的一个范围的一个线段位置 好,选取完之后呢 好,我可以按下键盘的Enter键 好,这时候 Enter键好像还没有 不受我的指令的话 不受,没有动作的话呢 你可以再把它 relax一次 比如说我再按F键 好,然后这里也再按F键 好,这时候再按一下键盘的Enter键呢 好,这时候就会 好,这时候就会缝合起来了 好,缝合起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再按一下键盘的F键 好,这时候它就会把你缝合的地方呢 好,做relax 做合理的一个分布 那这样的一个UV讯息呢 好,其实就是非常完整的一个UV贴图 一个UVMAP的一个讯息 好,你可以再多按几下F键呢 好,来查看这个UV Layout Relax的一个状态 那它这用颜色来分 来区别UV的一个 的一个方 的一个颜色是代表怎样的一个讯息呢 如果呈现 浅绿色的一个 颜色的一个 UV区块的话呢 代表这个UV的一个 好,呃,深啊 这时候到 你到时候贴回到模型 我们画材质的时候 浅绿色的部分 好,它将呈现最好的 的一个,呃,贴图的一个效果 那如果是绿 如果是,呃 如果是蓝色的话呢 代表这里的UV的一个讯息呢 哦,这边的UV是 过大了 也就是说这边的UV讯息是过大了 好,那纸色呢 表示,呃,也是,呃 比较 比较大的一个 好,范围 好,所以最好的一个UV的一个颜色呢 是淡淡的淡淡的淡绿色 清绿色的这种感觉 那如果是红色 或者是,呃,橘色的这种 像这些区块呢 会越来越多的话 代表这里的UV的讯息 如果按F键按越多次的话 你就可以发现,好,我们把摄影机拉近 好,就可以发现这些,呃 橘红色的一个区块呢 代表这边的UV的讯息呢 哦,是不,呃,是不够的 也就是说到时候你画上材质的时候 这些区域呢,容易产生,呃,那个拉扯 UV会贴图会在这地方产生 伸拉或拉扯的一个状态 好,这时候你就必须要去注意这些地方 好,那如何去,呃,去把我UV的一个,呃,外形呢 好,给它固定起来 也就是PIN 如何,如何用PIN的一个,呃,如何去把它固定呢 我可以按键盘的P键 好,你在按键盘的P键的时候呢 它会呈现一个绿色的一个,呃,一个图钉的一个状态 那这代表这,这,这一点的UV讯息呢 就会被固定起来 那如果你很快,好,你快速的 在这个外围的地方呢 按下,按很快的按P键两下 它就会依照你,这个外面的轮廓呢 好,整个把你固定起来 好,把你PIN住 好,这时候呢,你的外形呢 你的UV的一个外形结构呢 就会被固定 不会做,好,走样的一个,layout 那这时候你再按一下F键呢 好,你就可以发现你固定的一个,啊,UV这些点了 好,它不会做relax的一个动作 好,这样可以,啊,可以把我们UV的一个讯息呢 处理到最好 好,那如何还有一些,啊,像这些橘色的一个区域呢 你想去,啊,去把它做,啊,去把它做,啊,做像类似笔刷 把它推,推拉,好,把它推拉到其他区域的时候 怎么去做呢 好,你可以按键盘 好,按键盘的,啊,Shift键呢 好,Shift键加滑鼠的中键 或者是滑鼠的右键都可以 你就可以去推拉,好,就可以推拉这些区块 那你按键盘的,好,减,好 加减的减键呢,好 可以去缩小你的笔刷 好,可以去缩小你的笔刷 然后配合Shift键呢 加滑鼠,好 加滑鼠的右键呢,好,就可以推拉 去把这橘色的范围的一个区块呢 把它推拉,伸展,好,把它伸展开来 那你就可以发现,哎,这些橘色的一个区块呢 它的UV呢,获得最佳的一个Layout, Relax 那它的材质呢,就不会有声拉 或者是像素不足的一个现象 好,那这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工具 你可以用这样把UV推拉的一个状态呢 去把你的UV做稍微细部的一些调整 好,就是用键盘的Shift键呢 加滑鼠的中键或者是滑鼠的右键去配合都可以 好,可以去推拉你的UV的一个分布 好,那缩小笔刷呢 你可以配合键盘的大小加减 加减键呢,来去缩放你的笔刷 加键,加按下键盘的加呢 那你的笔刷就会变大,按减了就会变小 好,那这些基本快捷键呢 在UVLayout里面是非常的多的 那你熟悉之后呢 可以再增加你在操作上面的一个速度 好,那快捷键大部分就到这里 那你也可以在这个UV这个操作视窗里面呢 可以再去切割 你再按下按键盘的C键呢 一样可以去切割 继续切割你要的一个范围 那按下W键呢 一样可以继续缝合你需要的一个范围 好,你可以配合切割缝合 然后RELAX F键呢 以及笔刷推拉等等这些步骤呢 去把你的UV呢 RELAX到最好的一个效果 好,那以上就是UVLayout基本操作的一些介绍 好,这些指令呢 这些指令呢,非常的重要 也非常的基本 那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再提到下面的一个指令 好,我们可以继续利用一些剩下的时间来讲到这个按钮 Optimize的按钮 我们点开这个按钮 好,可以看到下面的一个设定呢 Locker这边我们就不做介绍 因为其实这些,这里不太 没有什么多大的作用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红色的按钮 叫Run4 那我们按下这个Run4呢 好,我们可以看到 那它会自动 好,自动去RELAX这个UV的一个讯息 好,它会自动去RELAX 那如果我们把这边的一个数值呢 调为2的话呢 它就会增加RELAX的时间 好,这样的话呢 可以,就可以让你在操作上更为方便 为什么 一般在UVLayout早期的版本呢 它是必须F键呢 必须要常常去按着 去RELAX你的UV 那你可以借着这个Run4这个按钮按一下 它就会一直帮你跑 跑到合理的一个RELAX的一个UV资讯位置 它才会停下来 那可以减省你在一直按着键盘F键的一个困扰 也就是说你只要拆好UV之后 然后你设定好你要拆的UV的一个时间长短 然后按下Run4的话呢 它你可以去买个东西 回来之后它就会呈现最完美的一个UV的一个资讯给你了 你就不用一直按着F键来RELAX你的UV 好那以上是HandUVLayout这个拆UV神器的一个操作解说 好以上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